他这边是要解那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当然以前在国中数学里面有提到 不过可能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那所以呢 其实他这里面的话他有提到说 他要撰写一个程式 将使用者输入3个ABC 等于是3个变数值 带到一元二次方程式里面 然后要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的话 得到的那个计算结果 用那个compute的方式return回来 所以其实一样了 我们可以先第一阶段也许先把程式写出来 第二阶段再改成那个compute的这个写法 那里面的话 我是觉得他里面有不足的地方 那所谓的那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到底要求什么 那我们根据 其实他里面应该是有个 这个D的 这个D的这个变数值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解答 解答里面的话 其实我有把那个 这个维基百科里面 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最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啦 D 这个 这个公式后面的话 D等于B平方减4ABC 这个的话他可能认为 以前会背 但是他可能认为说每个人都会把他背起来 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吧 有的人可能他什么 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我们要取得D D的值 所以把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ABC 三个变数 把它带到这个公式里面之后 所得到的结果如果D D的值呢 假如大于0的话 那他会有两个相异的10根 也会有两个值 OK 那如果D等于0的话 所以这个带过来等于0 那表示只有一个相等的10根 OK 然后呢 如果D小于0的话 OK 如果带过来 那表示没有10根 所以如果你有概念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 需要去深入了解 因为我们主要是程式 而不是考你数学 所以你只要知道 D这个值 如果带进这个ABC 如果是大于0 才会有两个相异的10根 那这两个相异的10根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正的 一个是负的 那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一个正一个负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两个相异的10根 所以做逻辑判断 如果判断D大于0 做这个 D等于0做这个 D小于0做这个 那我们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呢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步要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我们一样ABC嘛 所以一样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一体 把它先存档一下 OK 这个是A504 OK 那一样呢 我们会需要输入 输入几个字 输入三个字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在这边 先开一个 新的文件 然后分别让它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ABC ABC的话呢 那因为这个自己Key一下 OK A等于Input这个 然后把它转Evo OK BBC 那所以呢 我们有 等于是产生的三个变数 那把这三个变数 先计算出 它带到刚刚那个公式 得到D 所以关键在D 用D的值 到底是大于0 等于0 还是小于0 做判断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产生一个D好了 D这个值等于什么 我刚刚讲过 这个D的 这个D的值 请各位记得啦 因为考试说 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这个公式 B平方-4AC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那我们就带一下这个公式 B平方 B平方的话呢 乘乘2嘛 减掉什么呢 减掉4AC 就4乘上A乘上C OK 带过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就可以计算出D的值 OK 所以如果有D的值 我刚刚讲过 因为这个题目有要求 就是说 当它大于0 等于0 我看一下这个题目 是不是也有 也有叙述 好像没有叙述的很清楚 他这边好像只有讲到说 这个是 带这个公式 但他没有讲到说 怎么带这个公式 所以他会认为说 你已经知道一元二四方程是怎么解 所以也许啦 如果你看506的这个说明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要不你就看我这个解答里面的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当它大于0的话 就带这个 这个公式 等于0带这个 小于0 所以我们一样 如果 所以if OK if什么呢 一样嘛 第一怎么样 假如说我们先怎么样 先是大于0 先大于0 做什么 OK OK Enter两下 然后呢 再来就是 L L if 如果是等于0的话 做什么事 所以等于0 这个地方的话 等于0 做什么事 那反之的话 最后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小于0 做什么事 所以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 大于0 如果根据这个 这边的叙述 如果它大于0的话 那就是 -B 加 开个根号 开根号的话 我们需要Math 点SQR7 之前讲过那个 那个公式 然后把 其实这个B平方点C就是D 所以把D的值带过来就可以了 再除以2A 所以 如果我要把这一个 带到 层次里面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 得到两个 好 两个值 一个等于 相亦的两 两个 它这边会得到什么 相亦的两个 两个 十根 所以呢 第一个十根的话呢 我们就是 用ANS1好了 等于什么呢 刚刚讲到的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看这个公式 就是-B 有没有 加 这个开根号 那就把D放进来 除以2A 也好了 所以把公式带进来 那这个公式的话就是什么 -B 先加好了 那开根号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到Math 所以呢 这边的话 Import 然后这边的话 打一个Math Import Math 然后透过Math的话去开根号 根号的话就点什么 S Q R 7 OK 然后 开根号部分的话呢 就是什么 把那个 直接B平方 就是D啦 B平方 然后再除以 除以什么 2A 除以 2 2A的话 就2乘以A OK 那这样的话 得到一个正的 正的十根 再来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就把这一行Ctrl C 推过来之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边 然后 这边的话 这边把它加变减的 正变负嘛 这边变成减的 不过可能要 特别小心 就是说 如果我要先把这边先 先做完计算再除 所以可能记得要 这边可能要刮弧一下 这边前刮弧 这边后刮弧一下 然后 这两个路啊 这个应该不 这个就不用了 这边也要 前刮弧 这边后刮弧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做 这个动作的话 那 它会变成先除了 再去减 或是再去加 好 那再来如果 相等的话呢 就带哪个公式呢 带底下这个公式 就是什么呢 X等于 X等于负B除以2A嘛 负B除以2A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 假设用ANS来带好了 ANS等于负B除以2A 2A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那 再来的话呢 反之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10根 所以呢 反之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用S等于 S等于 这边的话呢 没有10根部分的话 那就是根据这个题目啦 题目里面其实也有带到这个 没有10根的这个 这一个在这里 这一串 没有10根 那我用 复制的 考试当然 你可以直接照着上面的讯息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已经把逻辑判断写出来了 那 这里的话 S 或许这样啦 我习惯是S等于 干脆把ANS转型一下 String 然后把上面的ANS 放过来 也变成S 所以如果将来Print的话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些 最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需要 把结果给Print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 S就可以了 不过这边好像还漏掉一个 这个地方 S等于什么 应该是这两个 这两个 题目好像是要我们 怎么输出呢 做出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这里的话呢 当然它变成说 中间串一个斗点 当然你可以用 而且这边有个空白 OK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直接串的 或者是说呢 你也可以怎么样 这个 当然第一个一定要转型 转什么 把ANS先丢进来 或者你用format也可以 然后串一个什么呢 串接 这个中间加斗点 所以斗点 而且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个斗点后面有没有空白 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空白 所以你要记得这边 这边一样 这边有个空白 然后后面的资料 所以也许可以用format 然后再串接什么 串接第二个 所以NS2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大公告 所以基本上的话 print之后的话 就是把得到的结果 先丢到S 拿来试一下看看有没有OK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已经 第一阶段完成 但是现在还没转成 那个function 所以第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那个题目要的 我们就是 输入什么 直接执行一下 OK看一下 理论上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那我们就输入什么 输入三个值 -2 enter 先给a a是2 然后b是-3 c的话是1 得到两个根 4.0 这个第一个就有问题 我们来试一下第二个 执行 如果说我输入9 enter 9 enter 8 enter 得到是不是没有10根 对 这个OK 所以可能要检查一下 这个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边的话 可能要刮糊起来 这边可能漏了 这个可能 如果没有刮糊起来的话 它变成先除了 先除2 所以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边也要做刮糊 OK 这个刮糊都没做的话 那会出错 所以理论上这边应该也要刮糊 2 a的话 那它加刮糊一下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OK了 然后题目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刮糊部分 2 -3 1 enter 得到结果 符合题目要的 OK 所以 当然它这个里面好像没有刚好 D等于0的 所以这个也许没办法揣 不然你们可以试试看 看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D等于0 也可以跑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 第一阶段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第二阶段